歡迎在地新聞 鄉親啊 大家平安 今天是 新年二月初日 鼓勵的十一月二日 這個十二月二日 禮拜日 新聞的頭一條 要拿出我們的鄉親 審柴 這個暖暖包 也就是露燒包 現在不可以直接露在我們的皮膚上 人家一個七十歲的阿嬤 牆手平靜 壞路面 就把這個燒包帶在牆底 人家穿模式把它固定 再當天蓋成大條 兩隻腳的牆底蓋大水扒 二度來放鬆 醫生說 這個燒包的溫度 平均是四十到五十度 絕對不可以直接來接觸我們的皮膚 再加上這個阿嬤有慢性病 對這個燒冷的感受比較短 不然的禮燒包有到頭皮疼 天氣冷 很多人都會拿禮燒包 給手燒了 不過人家一個七十歲 生小的阿嬤睡時 把禮燒包放在牆底 這段天蓋起來 牆這樣二度放鬆 又蓬蓋 腳會冷 所以他直接貼在腳底 甚至他用襪子把他固定在裡面 那這樣子襪子蓋住 根本沒辦法去看到他皮膚的一個 受傷的狀況 醫生說七十歲的小阿嬤就是像這樣 把護燒包直接打在牆底 這樣都沒在睡 護燒包運動平均四十到五十度 當時蓋在皮膚才會痛到傷 他本身可能因為慢性疾病的關係 所以他的末梢神經的感覺異常 長時間的接觸到在這個四十幾度 五十幾度的暖暖包 直接皮膚的接觸 那可能就會導致一個 比較嚴重的深熱度的燙傷 阿嬤膠帶他痛到傷 要他兩禮拜到一個月才會好起來 他先拿刺 有時候包才不要直接蓋在皮膚 一定要計三個 但這是陰金也要當長時間使用 有的時間差不多五分鐘九十分鐘 尤其家裡有萬聖牌的勞動人 使用護燒包都一定要特別注意